大家好,欢迎来到一点一滴小厨房 今天我们来做酱爆鸡丁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我的美食频道是每周更新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每一期的视频更新 我们需要的食材 鸡腿肉,白胡椒,料酒,酱油,香油,糖,面酱,葱,鸡蛋,核桃,玉米淀粉 先把鸡腿肉有肥油的部分去除干净 双面都剁狮子刀 双面都剁狮子刀 断一下鸡 鸡腿肉切丁 大葱切末 大葱切末 两料酒 白胡椒 抓匀 全蛋液一点点就好 玉米淀粉 火上热了以后加油进来 炒制的过程当中要调小火 很容易会糊掉 炒出香味就可以了 装盘 不需要再加油了 底油就够了 差不多成形了以后 跌到一边 炒出香味 炒出香味 锅烧热以后 加入油 加葱花 火不要太大了 加面酱 因为面酱很微有土焦 所以火一定不要太大 小火炒出香味以后 加酱油进来 加料酒 白糖要多一些 小火炒出香味以后 加鸡丁进来 加核桃仁进来 一点点水淀粉 轻轻搅拌 一点点香油 好 我给把火炒出锅了 装盘 我们的酱爆鸡丁就做好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订阅 加点赞 有任何问题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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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